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复山公所的招牌给拆下来 我们非常的赶配 马太公所同盟这批 勇敢的阿美族的青年们 他们勇敢的 喊出 他们自己的脚下的土地母亲的名字 证明是国家的义务 不是恩赐 原地证明游离 原地证明游离 十月份的时候 台湾部落行动联盟 开始号召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光复节 开始号召全国的族人 做一个自己的土地 自己光复的行动 但是呢 我们的伙伴 马太公所联盟的伙伴 在花莲却遭到严重的阻碍 这种阻碍是 我们现在看起来 等一下也都有伙伴会讲 这根本就是白色恐怖 对于花莲县的检警 不管是花莲电署 花莲县警察局 以什么 以罗资罪名的方式 妨碍购物跟毁损两罪 来我们追杀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不齿 为什么 毁损罪 必须要有致力不堪用的一个 构成要件的存在 今天呢 致力不堪用的构成要件 其实你不用喘 你自己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没有这件事情 传讯的询问当事人 不过是一个什么 侦查的手法的一部分而已 不需要一而再 再而三的找当事人来问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 找当事人来问 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的检警 到底是活在累落时代 还是活在王英线的时代 我们没有办法靠其他方式来办案 只能靠自白来办案 就是因为靠自白来办案 我们每次屡于办案都办错案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检警说 对于自己的行为 先去审视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符合 符合挥损罪 以及符合妨碍购物的一个构成要件 第二点 即便符合挥损罪 符合妨碍购物构成要件 我们到底是不是要采取 所谓必然性的搜索 或是其他强制手段 这个花园地检署 自己都必须要考量 这我们如同刚刚牧师所讲的 不要用大塔打小鸟 这是有比例原则考量的这件事情 毁损即便成立 你到底 我们关乎相公所损失了什么 可以告诉我们 找人来擦油漆 你损失了什么 这国家原住民 40年来损失了多少东西 都没有跟你讨论 我们损失那一片 那一点点油漆 这样到底是损失了什么 我们这都可以去做比较的 最后我们再度的呼吁 花园地检署 跟花园陷阱警察局 针对自己的行为要自我克制 针对自己的行为要自我克制 谢谢大家 我看到很多的老人家 原本的土地 被国家抢走 被汉人买走 自己太穷 所以卖掉 然后在自己的土地上流离失所 土地没有了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族群没有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我们能做的 居然只是泼漆 然后光是泼漆 我们就要收到警察的 收到检调的 搜索 追查 一而再再而三的 打电话给你 催你去解释 催你去答案说明 跟踪你 跟踪你的家人 跟踪你的朋友 我们生活在这里 几千几百年 而汉人 而中华民国 来到这块土地上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要对你解释什么 我们的存在就已经是解释 今天发生的事情是谁 没有遵守法律 是中华民国政府 没有遵守法律 原住民族基本法 很清楚的规定 中华民国政府 应该依照原住民族的意愿 回复原住民族的部落名称 还有三川传统名称 那现在 族人希望 回复传统名称 就是依照原住民族 基本法的规定 在做的事情 原住民族基本法 95年公布之后 应该在三年内 修改相关的法令 但是我们的政府有做吗 没有 好 现在族人很清楚的表达 希望回复 传统的部落名称 跟传统的山川海域 河川的名称 你政府怎么因应 你政府怎么因应 这个是问题之所在 这个是今天的问题之所在 今天的问题绝对不是 什么毁损罪 什么强制罪 什么妨碍自由 什么妨碍公务 绝对不是 我们讲说土地的证明 对于台湾原住民 而言是我们讲说是 转型正义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可是中华民国政府来台之后 将这个威权 蛮横的强加在 我们的土地上面 以忠孝 忍耐信义和平 复兴光复等符号 那抹去我们族人 我们族人对于 这个土地的记忆与知识 那在80年代 等一下我们的 那个原印的前辈也会过来 原住民族运动开始的时候 这些前辈们为了这个证明 为了这些尊严 不惜牺牲 流血流汗 然后甚至牺牲他身体的自由 然后在这个冲突之中 在这个威权时期的这冲突之中 我们有了后来的这新伙伴关系 跟原住民族基本法 在这些规定里面都不断的强调说 政府有这个义务 有这个义务 是义务哦 必须要回复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的土地 土地的名称 尤其是在现在 我们的族群的勤劳不断的凋零 那现在我们对于这些土地 这土地应该原本叫什么名字 它原本的意涵是什么 我们也慢慢都忘记掉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再等 成为一个阿美族的勤劳 要勇于抗拒历史所带给我们的这种破坏 成为一个阿美族的法帝勤劳 倘若这一点的勇气都没有的话 不会当阿美族的勤劳跟头目 我在这里很严重的呼吁 我们绑炸的勤劳 尚有我们光复的所谓的大头目 双重的呼吁 年轻朋友 我们一起来 来捍卫我们的族人 我们的祖先所遗留我们的 跟着土地有连结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法达案 包含我们台湾最高 原属于原住民机关的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你做了什么事情 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 只会说一句 我们乐见其成 我们乐见我们的族人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台湾原住民族的部落 在地方受到了政治 受到了经济 受到了政府机关 在地人口比例 各种的压力 他要怎么提出这个证明的运动 再来是这么多年了 我们的小孩子也都习惯了 这个地方是光复乡 他忘记他的部落叫什么名字了 我们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难道不该站出来 当一个领头羊 从教育 从历史的恢复 从地面的恢复 让我们开始自觉 恢复我们自己的名字 不是应该这样做吗 我们这些也延制了 对我们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一起我们的执政 执政机关 把我们最高的政府 马一九总统 我们提出严正的抗议 人民 我决定 地名 我决定 乡民 我决定 学校名称 我决定 国家人民称 我决定 国家人民称 我决定 我决定 mog正� רק 制作预定 没参 meio